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賣位 收看我們風雲谷的家開辦 為一個風雲谷的號外 有時我們會 就著重大的事件突發 會加上一個添食 因為 晚晚各位等到十點 吃一個大餐 當然是非常之好 我們也非常享受烹製的過程 但正如那些飲食員 營養專家說 晚上那餐吃得很滑 雖然很飽地睡覺 對你的身體 還有卡路里的累積 是沒有好處 所以叫做小食 就多餐 晚上那一場 一定是狗大鬼 你們放心 不過呢 很多的聽眾 就在那裡投訴 我們日後沒得吃 你可不可以日後煮個 下午茶餐 或者煎兩包薯片 我們信眾要求加上 我們風雲谷進入了第三年 亦都聚會了那麼多的好朋友 志同道合的人士 不同政治立場的階層 我覺得呢 就一些重大的事件 重大 和相當緊急我們判斷 是對香港會有影響的 我們一定日後 是會不定期加開這個號外版 今天呢 為什麼我們要選這個話題 來到加開呢 不是說死人塌樓 也不是說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是美國工商的高層 和戰略學術界的代表 就派了一個高調的代表團 去了北京 今次就是由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親自會面 期間呢 當然很多這些八卦新聞 說這個這樣的代表團 應該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 去接見大 被習近平擺在一邊 然後他自己去說話 和他自己親自會面 裡面呢 說了那些當然 他自己習近平風格 如果你叫風格的話 是很多高層次 範圍廣泛 什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合則兩利就鬥則兩雙 中美關係應該呢 是繼續加強交流 這些叫做爸爸是男人的延遲之外呢 那為什麼這次美國高層經潮而出 這麼緊張呢 就是呢 和對香港的影響呢 首先這個美國高商高層界 在北京去見習近平 他們不會是李匯 見那個是李強 一定是蔡奇 總之說得事的人呢 出來說 那個說得事的是習近平 習近平為什麼這麼高調呢 裡面呢 也都有他的戰略和政治用意 因為呢 今年是美國大選年 他眼見 美中關係 因為中國長期的戰狼化 和主動的脫勾呢 搞到中國的經濟呢 是一片是破敗了 不要告訴我 這個中國的經濟呢 是很好 因為呢 他最近呢 那個宣布呢 只是那個百貨公司 就兩年之內呢 是關閉了五十六間 上海的伊勢丹呢 的百貨公司 是最新呢 是宣布呢 結束營業的 所以現在呢 他就要立刻 叫這幫人回來呢 是說要交一個底 就說不用怕 改革開放 繼續 但是美國佬來的 都不是傻的 猶太人 看到你呢 這三年的所作所為 講的一套 做的另一套 這頭是開放市場 暗中就加強間諜的竹拿 再香港港版 國安法街二十三條 他們會不會落答呢 落不落答一件事 但是這次呢 起碼來一來聽一聽 好了 是啊 這次呢 那個效應到底是什麼呢 鮑先生 那個名單裡面 是VIP 沒錯 這次呢 習近平破格 因為以往是總理接見 這次他親自部署 親自接見 和親自握手 在人民大會堂 接見這個美國工商界代表 和戰略的學術領袖 不斷講一下名單 你都知道厲害了 包括 這個著名的晶片製造商 高通的總裁 另外 黑石集團的創始人 蘇世文 另外 聯邦快遞的執行長 還有財經媒體彭博的董事長 再加上其他藥干 商界和學術界的領袖 這些堪稱是世界 甚至跨國企業 和學術界的僑楚 所以習近平呢 這次呢 接見這班工商界和學術界的領袖 是有象徵性的意義的 裡面他強調呢 現在中美關係不能回到過去 但是有更好的未來 當這是門面的說話 但是重點的是 你看到那個場面 習近平坐在中間 兩邊都是工商界代表 期間兩邊的巨頭 不斷低頭抄筆記 點頭青視 你就看到其實我們經常說 有兩個美國的 一個是工商界的美國 一個是政治政黨的美國 工商界的美國始終視中國為一個重大的市場 賺錢的機會 他們努力在中國 維繫他們的利益 現在你看到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美國B的代表 如何想和中國建立一個 經濟利益的關係 但是究竟 習近平聽完這班商界領袖 講完之後 點完頭 究竟會不會在實質的政策上 可以修補到現在中美的對立呢 這一點就令人產生疑問 或者我覺得那個機會不大 但是這個集團 這次來訪問 為什麼堪稱注目呢 就是這次你剛才說的美國B 美國B雖然是商界 沒有很大的政治權力 但是他們是金主 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幕後他們放水 所以他們國會裏面也有他們的代言 和這些代表 所以你說美國B不重要是假的 現在習近平就想通了 就以商去逼政 因為他看到這個政治和外交的層面 是已經不能回頭 但是現在你中國的經濟怎樣呢 是一定要靠美國泵水 難道真的靠等俄羅斯和伊朗 那些合同道嗎 你死人了 所以我不是這麼悲觀 在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他是想通了 不是他不會把李強擺在一邊 是把自己的臉擺上去 他懂不懂表達和懂多少是另一回事 但是只要他說我現在 終於改革開放了 不要說改革 美國佬對你改不改革沒有興趣 尤其是商界 人大政協有沒有普選 None of our business 他看你開放多少 現在我們看看 中國自從加入世貿以來 他最重大的承諾是對美國開放市場 美國最多的錢在哪裏 華爾街 金融界和高科技 高科技現在美國是拜登也好 Donald Trump也好 限制那些晶片進入中國 所以剩下的是什麼呢 就是金融界 金融是什麼呢 一個銀行 一個保險 另外還有一個叫飲食消費界 你看最近美國的Costco 和這些大的倉庫式的超級市場 開在深圳 所以雖然美中兩國的政治和外交關係 是非常之兇險 但是在錢銀那裏 美國是一個非常之 綜合和複雜的政商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 所以金融和銀行界這次是重點 你看裏面那些人物 吹生這一場高峰會的 是一間美國的保險大企業叫安達 不是由中國平安去吹生的 不是由中國的金融企業那些國企吹生 是美國的安達 然後習近平接受美國安達的撥摧 然後整個這樣的平台 然後親自出現 然後他親自去講 在講話裏面 他說中國會開放 現在這班人在看什麼呢 就是你承諾什麼呢 銀行和保險業 是不是 銀行和保險業 現在美國是要求中國取消或者降低種種的限制 例如金融和保險公司 你向來這個是大錢來的 你是不讓美國進入市場 是吧 譬如說這個外資的銀行 或者叫境外的外資的保險公司 如果你要在中國那裏 是辦保險那個事業 你就要接受一些很荒謬的限制 例如他要求你的保險經紀 是要在中國有30年的經驗 經營的經驗 誰這麼有空 走進來中國那裏住30年 你那間公司 那就是沒有了 但是現在中國的保險是一塊大錢來的 那些勞保 醫保等等 交了很多錢 現在人民幣 是在中國的國庫裏面 現在美國人就是敲門 這次這個代表團 他們的主力就是金融業和保險業 是要你習近平親自落空打開房 讓他進入中國的銀行業和保險業 直接搵水 那我請問 一旦習近平這個高峰會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就是他自己吹水 說完之後拍拍屁股 照樣拉你的間諜 是不是 是雲吉 他只在向全世界體現我 是抓Feed那個 他沒有興趣 真是開放銀行保險業 比美資 這樣就會令到美國 對中國戰略的態度更加惡 也就是說沒有水運 你會令到Donald Trump上來更加反台 這是第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 就是這次他竟然轉勝 開放 好了 一開放之下你死了 安達 AIA 那些是可以直接進入北京上海 開保險公司 甚至是入股 那我請問 你現在香港最新一大舊的錢 是不是在說 香港現在百業蕭條 但是保險業仍然是很暢黃 因為還有大陸人拿著錢 來到香港光顧美國和英國的保險公司 如果這個叫做戰略高峰會 會見工商界是無效的話 但是雲吉 美中關係更加壞 香港更加沒有運行 但是如果這個高峰會是有效的話 習近平真的在勒緊放鬆一點點 引你美國人進來呢 那你香港這個叫做境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和保險 那個交易中心玩完了 我現在請問 特區政府對這個叫做 習近平會見美國工商界高層 這個會議 你駐京的什麼駐京板 有沒有樹高的耳朵收封 這些十萬八萬一個月 這些這樣的官員 是不是要密切留意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 是香港經濟那個生死和厲害的問題 如果習近平這次真是Being serious 而這次是有成果 兩三個月內真是開放給美國保險業 湧進去 那香港的保險和金融行業還剩下多少 這些就是你找警察做特首的認知局限 恕我老實說 如果你說Bull Time和曾進華做的 他就會立刻指示你找那個人去 立刻拿個Pass 我進去收收封我要聽一聽 真還是假 你開放保險金融 香港玩完了 給美國資金直接進去 我當叫謹慎樂觀 對中國 不要下下 你先假設路閘 是玩你 是吧 或者是真 或者有一兩成機會 你就說是混吉 不會發生 是吧 陶先生 你可能樂觀了一點 雖然美國人 始終他們是有夢想的國家 和夢想的人民 他們對於中國開放的保險業 特別是人壽保險業 是充滿這個幻想 因為早年 例如AIA這些公司 已經進入了中國 賺了大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中國人有錢的 好像那些超級富豪 就會去新加坡或者香港 開家族辦公室 把財產轉移去國外 但是你說中等有錢 或者小富的人 怎樣可以保存他們的資產 而不需要立遺產稅 其實買人壽保險 就是其中一個方法 因為我聽見很多的保險銷售士 在香港 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的客人 其實永遠只是銷售一點 除了美元結算之外 就告訴他們 將來他們百年歸老 或者人壽保險到期的時候 他們這份保險 可以豁免於遺產稅 因為保險是不屬於 遺產稅的範圍裡面 作為他們能夠把資產 延續給下一代 或者下兩代 這條方法用了很久 但是你怎麼會 中國大陸不知道呢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 是不會開放這樣的 保險的市場 給這些外資 因為裡面的利益 和政治的風險太大 雖然香港傻傻傻傻 不知道訂購 但是香港就是傻人有傻福 因為上面那裡 他不會讓人 將這些錢 留走之餘 而是豁免了遺產稅 所以這一點 我就比較悲觀 我覺得這場戲 就照做 但是美國市場 是拿不到的 你悲觀 我就樂觀了 就是說如果習近平 是老點這班人 是哄他們坐私人飛機 來住兩晚酒店 玩兩條路吃兩餐走人 那香港這個叫金融保險 的轉運中心 就是由大陸 不是對國際 就仍然有效 今晚這一集加開 是為全香港的保險業的人士做的 所以如果你們相信 鮑先生說這場會議是混吉 你們不用怕 你們的工作是保得住 最近現在銀行的裁員很厲害 是幾百個這些銀行高層 全部都沒得了 那保險不是 做保險銷售師 以臨作人 聽說都很好生意 為什麼臨作那些這麼囂張 是啊 所以 你可以下來簽單很棒 你求神拜佛 望阿爺 即是習近平總書記 今次 是玩你這班美國金融保險業的巨頭 是吧 得把口 好 如果你真的 我香港馬上玩完 是吧 但是真還是假 香港特區政府 有沒有人在上面收封 我就不是這麼樂觀 好了 這個今天為什麼要緊急 是吧 要提一下各位香港的 銀行保險業的從業員 因為很多人是拿著BNO 想不想過來英國那裡 轉換跑道 所以密切留意了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到過兩天 我們對這個高峰會 是有更加深入的討論 到時再見 還有 下一集的風雲會 就是今晚 OK 好 謝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這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幫忙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大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 在那裡抗拒 有沒有被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的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嗎 是不是覺得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的類型 公公敬敬 送金門上車 跟旁邊那幾個社長做事 剛才聽到茶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就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盲昏瓦戒 有一個叫劉世良 跟著劉世良 跟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慧倫 是黃慧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所以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